DESIGN AND BUILD 設計加上建築這個營運模式 都一定會有一個應可人士的 根據你們現在的了解 沒錯 DESIGN AND BUILD 其實就是 我們業主不會有獨立的應可人士來監督工程 由承辦的公司來由一些適當的專業人士來監督成現的工作運作 他們都要向外交代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是要向政府入職或者做其他程序 使他們的工程是完全合乎法律需要的 你們看到的文件的陳佐堅就是這個應可人士 是 我們的標書裏面的指定應可人士 但還沒有看到他本人的簽署 有的 如果總結一下昨天開會的內容 其實和再之前的進展在哪裡 有沒有一些文件在之前沒有看過 原來是多了一些資料去掌握 其實是我們星期三才能看到關於資料 所以全部對我來說都是新鮮的資料 但一定是校方所掌握的所有的資料 我們盡可能如果覺得有需要 我們也會詢問他有關進一步的資料 或者譬如一些監督做過程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大家通訊交往 或者是有些輸送來往 我們都想能夠了解多些 知道工程的實際運作是怎樣的